18岁女孩在办公室哭着和老师僵持着 任凭老师怎么劝说都不肯离去 因为此次模拟考试她的成绩倒退许多名 即将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她没有一点信心 感觉大学已经完全没了希望 临近高考 她的心里此时完全崩溃 这里是有着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称号的安徽陆安茅坛厂中学 每年有上万名学子从这里出发参加高考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高考复读生 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考上大学 哪怕只是一个三本 每年大量的考生涌入小镇 许多父母干脆跟着孩子进行为期一年的陪读 茅坛厂镇也因为这所复读学校而广为人知 来到这里的考生大多经历过一次失败 他们疯狂地卯足了劲儿想要一雪前耻 老师们更是直言来到这里相当于坐牢一年 程晓东是复读班的一名班主任 管理着一个几百名学生的复读班 复读的生活异常辛苦 晚上九点还在进行模拟考试 考试过后 程晓东叫来何飞进行心理疏导 因为他的成绩始终处于班上下游 除了学习程晓东还需要关注学生们的生活起居 只要能是影响考生学习的因素 都在班主任管理的范围之内 为了照顾孩子们的起居 让他们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茅坛厂镇常年有着八千多户家庭陪读 人数是当地居民的两倍 家长们中午做好饭送到学校 中间学生们仅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吃饭 吴俊是茅坛厂中学的一名保安队长 为了孩子的读书 关掉了家里的工厂来到茅坛厂中学当保安 如今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英介高三的儿子身上 两天后月考成绩公布 这个时候许多学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这次何飞的成绩比上次又下降了许多 考虑到可能是社有关系的问题 他建议何飞搬出去住 甚至租房的租金他都可以号召班上的同学来众筹 虽然高四的复读生活极其难熬 但熬过去之后便是苦尽甘来 恰逢上一届毕业的复读生返校答谢老师 以往严厉的老师 此时只觉得和蔼可亲 对比大学的生活 复读的日子更是充实 晚上程晓东再次找到了何飞 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捐款 出于面子问题 何飞再次拒绝了老师的提议 凌晨的茅坛厂中学外车水马龙分外热闹 接孩子们下课的家长们 索性在院墙外跳起了广场舞 以缓解陪读生活的无趣 作为班主任 程晓东还要定期检查 在校外租住学生的房子 看看是否有与学习无关的物品 转眼大雪落满了茅坛厂镇 2014年的春节就要到了 班主任组织了寒假前最后一次班会 叮嘱大家少参加同学聚会 毕竟同学们都已经上大学 而他们却有着多的写不完的作业 短暂的春节一晃就过去了 距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 三四月份是高考复读生最重要的节点 是否能逆袭就看眼下 备战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复读就是改掉自身毛病的过程 没改掉一个毛病 成绩就能提升一大几 程晓东经常会跑到校监控室 查看学生们的表现 有磕瓜子的 有上课聊天的 有对着镜头白鬼脸的 程晓东想尽办法帮助学生们提高成绩 最近何飞在课堂上的表现很不错 这样下去肯定能考上二本 为了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何飞还搬到了校外居住 由奶奶陪读 吴俊的儿子吴士康上次考试中 从全校前三百名下降到三千多名 吴康感觉遭受了巨大打击 他不明白儿子怎么会突然成绩滑坡如此严重 一个月后四月份月考成绩公布 尖子生吴士康的成绩仍没有起色 何飞考出了历史最佳成绩 冲进全班中上游 程晓东仍全程关注着他的学习 即使搬出去后也还会定期检查 他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学生 但紧接着而来的考试 何飞却没能保住上升的趋势 成绩再度下滑 他的情绪崩溃了 完全听不进去老师说的话 站在窗户前久久驻足哭泣 他不想回教室再面对现实 最后老师只能将他送回了家里 校门口一位给妹妹送饭的姐姐 突然晕倒在了校门外 妹妹吓得惊慌失措 抱着一身是灰的姐姐嚎啕大哭 为了孩子们能够金榜提名 许多有信仰的家长会来到庙里祈福 这样压力式的教学 也有家长并不认可 这个摩蛋床这么辛苦的 这样读这种学习的话没价值 没价值 太苦了孩子比得不像人样子的孩子 孩子多少能灵活个孩子 我孩子是多少活泼的一个孩子 他是个很活泼很活泼的一个孩子 不是一般的活泼 最后一次月考尖子生 吴氏康的成绩总算有所回升 程晓东叫来了何飞的父亲 他的倔脾气一下又上来 当场情绪再次崩溃 这怎么扭 你看这怎么扭 老师也觉得很委屈 距离高考只剩最后三天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进入了拼刺刀阶段 课堂上的学习正式结束了 茅坛场镇四处弥漫着 为考生祈福的烟火 考生们聚集在一起放起了孔明灯 祈祷考试能够超长发挥 送考的大巴浩浩荡荡开向考场 警车开到 沿途站满等待考生凯旋 凯旋归来的家长 金榜提名 缠工折柜 是每一位家长最大的期待 考试结束了 熙熙攘攘的教室变得空空荡荡 二十天后高考成绩公布 安徽省一本线489分 二本439分 三本403分 吴世康总分526分 远远超过了一本线 吴俊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对着镜头再也忍不住掩面哭泣 但何非只考上了一所三本 尽管不理想 但也不能再继续复读一年 新一年的招生工作又开始了 茅坛场中学再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备战 你只要听学校的话 听老师的话 你明天明天能考上 哪怕你是到手机 哪怕你是到手机 你都能考上